北京时间9月13日,清空几月报道,前阿森的前锋保罗梅森认为不应该用于劳来解释凯恩近期的状态不好,保罗梅森认为与凯恩相同,切尔西球星阿加尔同样参加了七场世界杯的赛事,然后在新赛季回到俱乐部比赛,也同样经历着国际比赛日。 但是,为什么阿加尔就没有关于他疲惫的讨论呢?当被问到如何解释凯恩在对瑞士时的状态时,保罗梅森这样反问道,有的时候球员就是缺乏状态,但人们总是归结于疲惫,状态不好是常在足球中出现的,亦不可能每一周都表现得特别好。 凯恩就是状态稍留下滑了,如果你看看他的职业生涯,要不就很火热,要不就很低沉。 没有什么中间的阶段,他能够一个周末进两球,也能在一场欧冠中进两球。 就像瓦尔迪的圣门树下滑了,但没有人说他是因为急劳,凯恩只是缺乏出一些状态和自信,凯恩也是一个人。 你们把对他的门砍射得太糟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保罗梅森说道,内维尔,凯恩跑不动了,他需要休息。